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词一说之后,去年游戏刀的医学的一个杂志主编到本来,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说Sub-Optimal Health,你能知道我来说什么吗? 唯一,You are seeing a status between the illness and the health. If the intervention goes well, move back to the health, otherwise it moves into sickness. 他给了我一个定义的定义, it's fantastic. 这样的话,我知道对整个文化的一项碰撞,有一个互相评论, 那我们把它具体定义为,第一,pristine health complex. General Victims, for example,Portini. Law energy levels.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件事,比如说日本语言诚的Kaloshi, 它是整个我们中国汉字过老史的一个翻译过程。 这个里头还有不明原因的医学中科证, Unexplained medical syndrome, 都是整个定义的表现,我们又把整个定义过程放一个standard free, 这是整个我们对养健康的定义 从生理学角度来讲 其实对这个养健康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论书 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 大家知道的海马 我们的Chuna 以及我们的市场线 叫HPA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定理生理学的理论基础 那在细胞学与分身学方面 这有什么知词呢 这是今天我要讲的 Legicomics 在唐基 唐的概念 以及子的概念上 我们对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 大家学医学的 非常感兴趣的 这个单课 经典的叫做 子子相见佛体 在细胞磨的时候 我们要分子生物学出上一个课 老师必用的一个卡柱 一个柱 大家看 这个主要是一些 大家看的是子 还有一些唐类 信不信有理 OK it is wrong 那这不对 那什么是对的呢 真正的辨定下 大家看 黑的部分全部是唐 这个白的部分 而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定义的唐基 它的整个的过程 整个过程 是我们以前搞其他没有认识到的 也没有认识到的 大家知道 整个的这个细胞表面 整个我们的细胞与细胞的套 你跟邻居说话 用我们的lay language 我画这样 以及细胞内部的套 外部的细胞 进入细胞 第二线细胞传导等等 都是需要这些tonglycals 这些受集的 作为信号传染的过程 这样传染的过程 那整个我们的概念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了 我们的DNA A型基地 四个简直 如果有一个 变移了 你告诉一个疾病的模型 比如说 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 地中海皮群 知道它在套的方向 有一个蛋白变成 也知道DNA变在什么地方 而整个的复杂性疾病 我们遗传学类管的 叫Simple disease 是孟德尔的 我们在里面 Simple disease 那对于复杂性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 我们今天讲的 代谢综合症 高血脂等等 它一个基因的便利 根本就达不到这种 综合性的 复杂性疾病的表现 那哪变了呢 哪错了呢 我们的hyposis 我们的科学假设 中间的这种 Onix 是整个的 这些多个基因的 变移的积累 以及在中间 这个我们说的 糖 蛋白 此类的整个 它的一个变移的累积 这种中间表情 我们关键的interfinipide 它是整个 扶着你所观察到的表情 比如说糖尿病 高血压 代谢综合症 这是整个 这是我们要解决 这些问题的基础 我现在引用一个 大家非常广泛被引用的一个 整个大家看了 这是整个大家讲的 Gene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现在我们已经非常随着 人类精主计划的结束 我们知道 环境非常重要 遗传也非常重要 另外我们知道 整个你的behavior也非常重要 今天大家讲了很多一些 我们的house promotion 整个大家用一句话说 Genetics not to God 遗传权 你的父母把枪给你打上盘了 OK 那谁去帮这个扳机呢 Invormant Behaving Tigger gun 这个时候整个把枪打上盘了 OK 这是整个我们对一个人类 我们一生 你的健康状态 最重要的一个三个方面感 3 components 那最近我们的工作 这是整个刚刚被接收的一篇文章 整个咱由我们这21世纪 到底应该做什么 我们中华民族里面 大家知道我们的GC案 我们现在讲了 大家知道几个新的概念 一个是personal medicine 另一个是translational medicine 就是转化医学 个体医学 以及我们现在讲的大科学 global health 现在都作为一个学科 在这里面我们把我们的 功能金主蛋白质 糖主学 以及Gimas 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整个这是我们金主工作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词 我为大家继续写 OK 另外整个用我们的寻政医学 寻政医学 另外一个药物的法典等等 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开出一个 你的individualized prescription 你的个人出发 这是我们大家要做的一件事 在这里面 大家以前认为的人类基因组的工作 现在我觉得我们糖主的工作 是完成它最重要最坚定的东西 那现在classical idea 那种什么linked analysis association study 现在我们想到 那就是我们自己做的那种interfetal type idea 我们现在新发现的这种糖的森花根 是进行监控我们的医疗诊断 刺激盒的开发 以及我们的预防工作 治疗工作 最重要的法典 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大家学过 我不想去conference大家 大家听说过内脂肪 高耳机复合体 这是整个在蛋白组装糖的过程中的一个 大家看的 今天我跟大家讲说话的过程中 从我这个糖来变好 OK 这是antinus small antinus like a big tree there are so many small branches 有的这些小的分支 有的小的分支 大家看了之后 会感到这里有不同 比如说一些葡萄糖 一些甘露糖 折糖 八露糖等等 在这个装备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由于它的复杂性 以前大家知道非常重要 就是没人敢做的 Bottomack 没有technology I am very proud to be here OK 我们这一组 是世界上唯一一组搞糖代谢 糖基 要搞糖代谢骨粉 OK 我们搞成糖基 得到的link 这是下面给大家汇报的 这是我们所做的一百多个糖基的影响 像你的手的指纹骨一样 OK 这是糖基骨 这给大家看 我们做出了第一张中国人糖的指纹骨 大家一看 这整个大家一看 这个复杂的过程 复杂的过程 这叫high type 整个的这个技术 所涉及的一些霉气 灵光标记 高压力向色谷 等等 我们就不多说了 最主要是这个 我们pagent pagent 这个beta bag 只要一过程 我们就知道这个糖的结构 大致的糖基多少挂在什么 这是整个最重要的核心部分 那整个呢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太细说了 因为我已经说过了 大家已经知道我们怎么去分 怎么分组 就是整个专业的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就不想给大家 大家最主要我俩说的一个就是 整个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 糖基主要变了 甚至连在陪胎期早期 陪胎都成熟不了 这样的话已经是 在早期就非常致命了 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刚刚去年被接收的 第一张中国糖基骨 有了这张 今后我们进入成熟的时候 把它开发成 每人有一张 有了这张这样子的时候 就会计算出你 大约在什么时候 五岁六十岁 这个时候你会有 高风险的糖的病 高血压 饮食应该注意什么 我该怎么避免这些 这是整个我们的目标 整个目标 这是我们新的Marker 大家感兴趣的 看我们今天文章 发现第一次 代谢中国症的新的生活Marker 那下面我们要说的 王老师你说了 整个的亚健康半天 是什么去测量呢 我们又发现了自己 又限了一个工具 我们这个工具又怎么 大家看到 这是最远死的一个流程 我也不大家一一去说了 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整个我们从我们的四十多分 调过室里面 我们筛选了二十五个非常可靠的 在三分钟 如果太长的一个Questionnaire 大家对你也不感兴趣 大家太累了 也不想回答你的问题 这三分钟 回答你的有效问题 大家看完 我以后给大家解 这是整个我们的工具 虽然我们已经把它专列 Free 跟大家是Free 你做这个I-Pent Research 把它Free限制 大家 这二十五个问题 分布了五个东门 五个关键的领域 以后给大家说 心血管 Mental Health 你的精神状态的情况 消化心血管系统 以及你的胃脂肪系统 这是整个我们所集中的几个方面 我们做了 Reliability Videntity Test 给大家看 整个做一个问题 最具备的必须做这些工作 这是整个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知道中国有很多政变 在中国人们现在国外 就没有一个被国外承认的 真是个problem 我今天参加这个队说 我高兴地说 我现在这个雅界 大家讲 这是第一倍国际成员的政变 我该Internet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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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做了所有的 按照巡政医学的一些 检验分析 意识验 信主效果调查等等 大家看看 这五个东门 我们把它分成五个nomen OK 整个我们做的 我就不给大家去细说这些 我会用一个童话 用一个俗话给大家 才比较 OK 这是我们做的Discrimination 这是整个我们做的一个 把它在不同的系统中 白领 红领 学校 这些学生之间 我们大概它会分成效率 所以我们做的一个分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 所以这里不想大家知道 说活动 最主要想大家说的 大家看 这个数 0.25是最好的 Optimate 这五个问题 互相支持又不充足 OK 这五个问题 每个问题有十个nomen 这十个nomen 也是互相支持 而又不充足 如果就给你三个nomen 你说的全是废话 别人就找人了 我该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这次互相又相关联 又互相支持 你要问谁说他吃饭没有 多多五次 也就是说你精神面 没事找事 所以我们用整个这个做的线性 整个的在群体中调查 大家看看我们的结果 另外呢 毛老师就把大家说 我都老该 那好 聪明的谁呢 你把它变成 变成一个computerized OK 做id support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算式 放到我们全科医生的这个desk 这个计算机 就很容易算出整个你的分析过程 大家看这个 在全科医生手里头 你在看背景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表 五个nomen 一共是每个是25个条目 你就去看分率 大于35分 是subultimate 最后你再进入是哪一个 健康系统里的三个共产 我们把整个那个 文件的群体中调查 它的分布非常之好 OK 分辨率非常之高 OK 所以这个途中 现在我们把整个全国 很希望在澳门做一个点 OK 在澳门去年 我就突出问题 如果澳门同事 谁愿意做这件事 OK 所以我们会一起做 高兴的说 今年年初 刚刚转到 国家科技部一个另外的重大项目 我们又得到了700大 就做亚建堂 分子基地分卷 全国的很多面调查 这是国家863项目 这863是在大陆的人知道 是国家一个英语项目 最大的一个科技自身项目 我们所做的全国的一个培训 高兴的是在国际上的影响 我们发表文章以后 这是一个俄罗文版的 雅建堂 所以现在这里 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是在去年的12月份 这是俄罗文版 我非常想见一个葡萄牙语 如果能看马靠有葡萄牙语版的 也去做一个这方面 这是整个我们的beta版 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库里面 我们有所有的这种人类体制学的 大家看了DMI 我们整个的有生化学的指标 我们有精神状态 我们有environment 有professional 你的职业等等 这些东西 另外我们有一些解剖 你的解释也可以学的方面 做好工作 整个的 另外大家看见你生物marker 甚至整个C-reactive protein 大家知道是对定代谢中和症 慢性肌力 这是我们所提供的 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 进行classic macro的水平工具 糖化学的蛋白 大家知道 TTIMA DTIMA 这是整个尿白蛋白 这是整个我们的工作 这是整个我们所建立的这个beta 在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展开的一个工作 展开这个做了之后 我们将有一个大的全国的一个 红豆面的调查 这是整个做的亚健康 在理论分子生物学 这个病例生理学等等这些领域 加入到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所做的一个工作 通过我上面这些调查 大家看了 这个亚健康领域的时候 干活的领域非常之广 在这坐在这边 我说我把一个乳酱放了 大家什么都可以往里面 我自己本人呢 现在有两种 意图在中国科医院和澳大利亚的 伊斯康普大学 我们主要搞Basic Science 我管的叫小科学 Micro Science 我们主要做糖基础 做遗传学 做一些基因Genetics 我们做一些表观遗传学 DNA的甲基化 磷酸化 主蛋白的修士 泛数化 等等 而整个我们也对营养 刚才几位 童鸟讲的一些营养方面的工作 另外我们做的Genomics 做的Glycomics 另外对整个大家说的 这个大的科学 Public Health 这一集 整个来找到一个大科学 所以我们组内就开始交叉 我们自己练成就交叉了 所以我们整个的工作 概括了大的毒药 以及基础 分子生物学 细胞学 遗传学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领域里头 我们去年是非常的丰收 我们发表了几天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这方面整个做一个国际的交流 跟大家可以说 亚健康做了这么多年 十年多 在国内 我们到大家经历里面 唯一的两篇英文的著作 就处理了 这两篇 发表文章 整个世界上 在国际 通行的意义 大家非常有点明显 那最后说 王老师你来的之后 他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提前给大家说 我还有十分钟 我还有十分钟 澳门整个的全康教育 如果说问我一个问题 整个SARS H1N1 大家今天早上也听了 现在整个最重要的过程 澳门作为一个流动云口 最多的一个城市 一个地区 我想最重要的工作 香港 在香港中文大学 有公共卫生学院以后 公共卫生与社区医学学院 那新加坡 现在在去年 香港大学又成立了公共卫生学院 你知道它的重要性 已经整个公共卫生问题 是一个全球的global health医学院 那新加坡大学 我刚刚回来 英国的British High Commission 正好组织了一个 慢性疾病的会议 正好参加这次 参加了新加坡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议 那在澳门 随着香港中文大学的支持 以及澳门自己本身大学 我觉得这里建立一个医院 还要有利用 因为它有古老文化 又有外国文化的影响 而且呢 你只可以 昨天我上网查了他 这种 我看到在澳门的Hotel 比美金还便宜 所以说这种Tacking 整个这种远见的 整个加一起 非常容易做成一个 作为一个学院 而且这个是整个澳门接后 如果作为一个战略 或者策略小说 澳门应该有自己的公共卫生 加强一些学院 结合现在的医院 所有的社区 全科医生 以及生命 life science 加一起 它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 发挥重要的作用 保护澳洲市民的全力的健康 从流行病学 传染病学 老年病学 刚才大家讲的这个 读故讨论之话 这些等等 传染病 今后的应急 等等 给大家知道整个疾病的复杂 会给国家省很多的钱 所以今天我讲的关键词 它主要是一个prevention 我们中国有的俗语 我看中国有的俗语 上医自卫病 如果真知道今天我接到几个手术 我看着感到非常感动 OK 现在这么大的手术都可以做 tunate 如果在这个肝因化形成的前一段 做好这方面的教育 少得 OK 或者至少延长生命晚得 等等 这方面对于我们搞这个 我自己本身是临床医学的 OK 但是我觉得预防医学 非常之重要 非常之重要 这方面大家要做好了 我觉得整个我们的亚健康 都会在亚健康里 给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这次我想给大家的一个 这个最后的message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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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也要顾一下这个 有兴趣的 来 愿意做去医房 方便工作的这个 这个医生 或者研究者 跟 黄伟教授 联系 我们把澳门的 亚健康的 这个六叉 把它够起来 好 那最后 这一次的感谢 黄伟教授 精彩 神愿的业重 好 谢谢